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作怪奇诗审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么这一讲开始我们讲传说中的第三节重要性 我不怕麻烦 我再跟你说一遍 第三节很重要 第三节非常重要 首先第三节客观题可以考一串一串的 一片一片的 一套诗卷曾经出现过三四个客观题 不太欣喜 这是客观题 另外它的简答题 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它可以结合着本身的专业知识考简答题 我就把第三节的内容抽出了六句话 抽出了五句话 形成一个简答题 没问题 简答题不就是问你恰当不恰当 正确不正确 最后让你说明理由吗 另外我还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内容 是我在判断审计包括类型的时候 我会用到重要性水平 因为重要性水平是一个标尺 是我能容忍的错误程度 超过这个标尺的错报 我一定认为它是重大错报 我出评语不可能给你出个诱 还有一个内容在综合体里边 也可以考核重要性 我发现了一个错报 我跟重要性水平去比了 然后没有超过重要性水平 我认为它是不重大的错报 错 有一就会有二 你能说你识别出一个错报 你直接得出结论吗 不能 所以从它各种提醒都可以考核来说 你就知道第三节的重要性到底有多重要 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另外我不得不跟大家说 第三节有一些需要大家理解的内容 您要理解到位 就因为它要理解 所以导致它的难度大 那需要理解怎么还导致难度大 它的内容很抽象 我可以说很抽象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一定要多听 多看 多练 这是第三节讲课之前我给大家进行的说明 那下边我们看标题一重要性的概念 所谓的括号一重要性的含义 我们审计准则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它是从三个方面开始阐述的 他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 包括漏报 你十万写成三十万 这叫错报 如果你漏记了 本身也是一种错报 不论你自己单独成气候 还是汇总其他错报汇总起来 只要你可能影响财务报文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文做出的经济决策 那你这个错报就是重大的 换句话说 我将来制定重要性水平的时候 我定的这个标尺 比如说一百万 那站在我住的外计师的角度 我就认为如果一百万以下的错 不论是一个还是所有错报汇总起来 只要没有超过一百万 那我可能认为它就不会影响财务报文使用者 依据财务报文做出经济决策 要超过了 我就认为影响经济决策 这个错报就是重大的 所以这个重要性水平 它起的一个标志就是 在重要性水平之上 我们可能认为它是重大错报 在一百万以下 我们可能认为它是不重大的错报 但你敢不敢说 在一百万以下的错报 都是不重大的错报 还真不敢 我们后边会详细的告诉你 第二个 对重要性的判断是根据具体环境做出的 啥意思 年年都举这个例子 比如说我少计费用 一百万 那比如说这一百万金额太大了 我一辈子都挣不了一百万 或者我半辈子才能挣一百万 它一定是重大错报 未必 那么假如说我给你举两个公司 比如说一个A公司 一个B公司 所谓的少计费用 如果我把这费用给它补计上 不是直接影响这个公司的经历吗 那么如果A公司的净利润 假如说是八十万 而B公司的净利润 我给一个非常夸张的数 比如说是一万万元 那就是一个月 这是两个不同的公司 对吧 规模不同 那么对于这少计一百万来说 你想一个道理 如果我把这少计的费用给它寄上去 A公司的净利润 如果不考虑所得税 是不是会减少一百万 对呀 减少一百万之后 我的净利润就从挣的八十万盈利 变成了负的二十万亏损 那如果一个单位要是亏损的情况下 你还会去投资吗 不会了 但是如果这个单位要盈利八十万 你会投资吗 会 这不就影响经济决策了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认为这个错报对A公司来说 我可能就把它认为是重大错报 同理 如果我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就单纯说B公司来说 如果B公司的净利润是一万万元 我如果把这一百万的错报给他记在账上 费用增加利润是不是减少呀 那我就是一万减去一百 我得到的净利润只不过是从一万万元变成了九千九百万元 有没有从盈利变亏损 不会 你看见净利润一万万元你会投资 你看见净利润九千九百万元你可能也会投资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可能这一百万对于B公司来说 他就属于不重大的错报 那如果你同样没改 我说的是他是重大错报 你同样没改 对A公司而言 我可能就出过保留意见 对B公司 他这一百万少计费一百万错报 他可能也没改 因为我认为他是不重大的 我可能就出个无保留意见 所以这个重要性一定要结合着具体的环境而做出 而且既要考虑错报的经过 我说过 重要性的一百万是一个什么 标尺 在标尺之上呢 我们通常认为他是重大错报 在标尺之下的我们认为他是不重大的 但是你敢不敢说没有超过这个标尺的一定是不重大错报 不敢 我们还要考虑错报的性质的影响 比如说我确实错了 我确实少计费用一百万 那我还得分为您是故意这样做的 还是过失是这样做的 在我们审计的时候 故意的这种行为我们把它称之为是什么 无必 而过失的这种行为称之为是什么 错误 中国有句俗话 说一个小孩小的时候偷针 如果你不管他 大的时他会偷金 偷一根针金额并不大 但是他性质很严重 所以我们对重要性的判断 既要考虑金额 也就是定什么定量 也要考虑什么性质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性 那可能这个错报 比如说是三万 没有超过重要性水平 但是有可能我判断完了 依然可能把它作为重大错报 因为他性质很严重 或者受到两者的共同什么影响 这时我就得出一个结论 对重要性的判断 其实是诸多怪奇师的一种职业判断 而且是一种适当的职业判断 我不经常举这个例子吗 半瓶水 甭说一瓶半瓶水 对每个人来说重要吗 不重要 一瓶水才两块钱 普通的水 贵一点的水十块钱 那还能贵到哪去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夫妻两个平时要有半瓶水 这个男的抢在他妻子之前 把这半瓶水喝了 这个事没事 他妻子顶多说 你怎么那么自私 我也渴 但如果换一个环境 这不是根据具体环境做出的吗 如果这个男的跟这个女的上沙漠去游玩 正好陷在沙漠里边 谁喝了这半瓶水 谁就活了 谁没喝这半瓶水 谁就必死无疑 在这种情况下 这男的如果抢了这半瓶水喝了 那这女的如果有一天脚象走出沙漠 保证不再跟他作为夫妻 为啥呀 他喝那半瓶水是就意味着他在要你命 半瓶水的金额不大 但是性质很严重 所以我们对重要性的判断 既要定性也要定量 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么第三个 判断一个事项对财务暴宝使用者是否重担 我们要再考虑财务暴宝使用者 整体共同的财务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做出 中国有句最典型的话 叫一人难称百人意 就给我给大家讲审计 一百个听我讲审计的 比如说有八十个说我讲的挺明白 听好对他学习有帮助就可以了 那另外二十个可能说我将审计 讲的啥玩意儿呀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 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同 所以我只要满足大多数人的要求就可以了 判断这件事重不重大 我是站在财务暴宝使用者 整体共同的财务信息需求上做出的 而不用考虑个别财务暴宝使用者的特定需求 就这意思 重要性的含义就是从这三方面来说的 说完之后你能得出重要性的含义是什么吗 不能 我们只能从理念上去理解 这是它的概念 第二 在这儿这些内容几乎都是我给大家补充的内容 对重要性含义的相关理解 首先第一个 财务暴宝的错报 包括漏暴 事上说的吧 对 它既包括金额上的错报 也包括披露上的错报 金额上边的错报 很好理解 三十写成五十了 三十写成二十了 这叫金额上的错报 而披露上边的错报是什么意思 你要想清楚我高达上的注度怪器师 我是审保表的 我面对的是四表一注 我既要关表也要管附注 比如说最典型的十三号准则或有事项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还讲怪事 对于或有事项而言 我们对于坏事 达到很可能是要做账的 而再往下降一当可能是要进行什么披露的 而好事必须达到基本决定才做账 很可能是要进行什么披露的 如果该披露您而未披露 这叫错报 该披露您披露的不冲分不彻底 也叫错报 该披露您没披露也叫错报 金额上的错报叫错报 披露上错报也叫错报 漏报也叫错报 只要你跟他原本的面目不一致 任何一种情况都叫错报 这是第一个 第二 重要性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您能容忍的什么 错报程度 在这我不得不提一个概念叫什么 叫重要性水平 重要性水平 这个重要性水平是什么 是一个具体的数值 一个金额 比如说我有两个不同的柱头快捷师 一个是张三 一个是李四 假如说我派张三去审A公司 那张三可能定出的重要性水平 比如说是100万 我派李四 如果派他去审A公司 李四定的重要性水平可能就是80万 有人说这不都是同一个备审级单位 怎么重要性水平还会有偏差 您糊涂了 就跟钱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吧 对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丢了一万块钱 张三 比如说北人可能会特别心疼 坐地哭半天 而对于您来说李四 您可能觉得 哎丢就丢了 这钱压根都不属于我 很佛系 你可能连一滴眼泪都不会掉 所以我始终在强调 重要性水平是你 住的冠军师的职业判断 而且是你住的冠军师适当的职业判断 张三定100万 李四定80万 能给我说清楚原因 说清楚理由 能有理有据 我都承认 所以审计没有固定的摸拔 那现在比如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这个100万跟这个80万 就是我能容忍的错报程度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单纯从金额上来说 其实我还要定性的考虑 那如果我少计费用 少计费用 随便举个例子 95万 如果不考虑其他错报 我也不考虑定性的因素 我就单纯拿这95万 去跟你重要性水平去比 如果跟张三的标志一比 我是在这标志之下 我很有可能得出 这95万是一个不重大错报的结论 而我跟李四举别 李四的标志是80万 那可能这个错报95万 超过了李四的承受能力 他可能就认为 是一个重大错报 当然我们还要定性的考虑 我们还要考虑 有没有其他错报 这些假如说都不考虑 那将来如果明明存在着 这95万的错报 但张三认为他不是重大的 张三将来给出评语时 可能就给出个诱 而李四认为 如果这个错报是重大的 那么你没改 我就认为他是重大的 那我出评语 我可能就不能出诱 比如说出个良中差 就是这个意思 对同一个公司 不同的住途概迹师 如果要制定重要性水平 也有可能不同 你重要性水平不同 哪怕对于同样一个 金额的错报 有的认为不重大 有的认为是什么 重大 那我能问一下吗 这两种情况 哪个风险小一点 一定是李四这种情况 为啥呀 大家想一下 站在我李四的眼里边 我把这个重要性水平 金额往低了压 我能容忍的错报 程度越低 是不是相对来 风险也小一些 对 那也就说重要性水平越低 我的要求越怎么着 严格 而重要性水平越高 我的要求越什么 宽松 它就是一个标词 那最后 我再给大家说一句话 你将来经常做审计题目 时会碰到这句话 我们说重要性水平 100万高 比谁高 比80万高 记住了 这个重要性水平 有人开始猜想了 到底是要求严格 到底是要求宽松 记住 重要性水平 所谓的高和低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它就单纯的说 金额的大和小 比如说100万比80万大 我们就说100万的重要性水平高 我们80万金额小 我们就说80万的重要性水平低 而重要性水平越高的 我标词抬得很高 反而要求更宽松 更宽松就意味着 我漏掉了更大的挫暴 我的风险就会大一些 而这个重要性水平低 说明我把标词压得很低 我能中断的错报很少 那么说明要求更严格 我相对来讲风险 反而要相对来讲 什么的低一些 所以重要性水平 是诸多块医师的职业判断 是诸多块医师适当的职业判断 绝不能把标词抬得很高 就跟您是 比如说划轮滑的 我给你定个标词 比如说这轮滑两米的 我定了个标词 你随便一个人都能划过去 但如果我把标词压得特别特别低 只有30厘米 那能划过去的人 是不是全中国也寥寥无几 对 标词压得越低 重要性水平越低 反而要求越严格 这样的概念明白 就可以了 第三个 判断某项挫暴 对财务暴文使用者 影响是否重大 一人难探百人意 我们只考虑财务暴文使用者 整体共同的财务信息需求下 做出不考虑不考虑不考虑 我说了三遍 这是高频的客观低考点 不考虑 错报对个别财务暴文使用者 可能产生的影响 100个预期使用者 我这报本能满足90个 95个 99个预期使用者需求就可以了 那两三个没满足 我就是想说一人难探百人意 那么第四个 重要性包括两个层次 一个叫财务暴文层次的重要性 或者把它叫财务暴文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还有一个是特定类别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重要性 有人开始猜这是啥意思 没啥意思 第一章第三节 我们讲认定的时不一共是有两类认定吗 马上反映出了吧 第一类认定是 与所审计期间各类交易 事项及相关披露的认定 这一类认定跟什么表有关 跟利润表有关 而海楼一类认定是什么 与期末账户余额及披露有关的认定 这类认定是跟资产负债表有关 所以我这所说的重要性 特定类别交易 那是不是为了跟认定的描述口径一致 账户余额 那是不是跟第二类认定描述一致 和披露 不论你利润表还是资产负债表 不都涉及到披露吗 所以我往后会把它统称为各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水平 具体叫特定类别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重要性水平 好 那这俩是啥意思呢 我必须给大家解释清楚这个概念 您听好了 如果我问你 我们制定重要性水平是在什么阶段叫制定 有人说我不知道 我都讲完了 是在总体闪计策略里边 我就要定出重要性水平 而这个重要性水平是一成不变的吗 不是 它可能要不断的修正 往高了台往低了压 当然往低了压 我重要性水平压的应额越低 我能容忍的挫暴越少 我的要求越严格 我的风险反而越小 所以总体审计策略 我就要定出传说中计划的重要性水平 那么这个计划的重要性水平包括什么 第一个它包括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或者叫财务报表层次的重要性水平 你审A公司要定出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你审B公司也要定出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所以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买个审计项目 或者你直接说我审买个被审计单位 我审买个公司 记住了必须有 而且它处于绝对领袖的地位 它只能有几个 只能有一个 它的作用大了去 从开始制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你就会发现它处于领袖地位 一直到你出去审计报告 将来您不是识别出很大错报吗 您那个错报不论是单个错报 还是我们所说的汇总错报 我都要跟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去比 如果你超过了我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通常就会认为 你会影响到报表使用者的决策 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 我就把这错报理解为重大错报 你只要超过这个硬杠杠 那就意味着将来你再给我出审计报告的时候 意味着存在重大错报 我评语绝不可能跟你写右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把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水平这个标志 理解为能不能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 超过它就会影响 没超过它也有可能影响 因为我们还要考虑定性的影响 对吧 我现在单纯的从金额上来说 另外 这个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它虽然只有一个 但是它有可能是在不断的进行什么修订 那有人说你这么空讲 我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吧 给你举个例子 很简单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座的每一位都参加过高考 您高考的时候是不是您去哪个学校哪个院系都会有它的录取最低分输线 对吧 比如说我让你买一下 假如说它的录取分输线是400分 是不是所有各科的分输线总和加进来是400分 你够400分你就能被这个需要录取 对吧 这个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就相当于高考的录取分输线 好了 但是 是只有这一个总的录取分输线就能横穷天下吗 未必 你可能报考特别的专业 特别的院系 它还可能有一些特别的要求 比如说 我原来去大学给他们做时操课程演讲的时候 他们就要求 他们学财务管理的 要求 比如说数学不低于80分 那如果你是考的英语专业 比如说你考的是外语专业 什么法语小语种等等都没关系 那我可能还要求你英语 比如说不低于90分 这些是每一个学校都有要求吗 不是 但是每个学校一定要自己的录取分输线 这叫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每个审计项目必须有 而且只能有一个 但是可以不断的修正 那么如果有些学校额外对数学对英语有要求 这叫什么 这就叫特定类别说全了 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的重要性 我经常把它简称为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所以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是每个学校都会有要求单课的分数吗 没有 有很多学校是不是都要求一个总分 你够了 哪怕你其他分考的特别高 你数学就考个零分 我也可能录取你 是这意思吧 这叫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在这送大家三句话 哪三句话 第一个 可有可无 可有可无 并非每个被审计单位都要制定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你需要 您作为高大上的诸多怪 是你可以制定 你不需要 你可以不制定 而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必须有 听懂了吗 而且只能有一个 第二 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可以是一个 可以是多个 比如说我这个学校就是怪胎 我就培养的是财务成本管理专业的 我这个培养的学生定性培养就是要出国的 那我有可能既对数学有要求 也对英语有要求 或者我只是个普通的国内财务成本管理专业的学生 那我只对数学有要求 也不是不可以 所以可以有一个 可以有多个 但是 有一个规矩是什么 这个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永远是低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那大家想一下为什么低啊 你这个数学 你这个英语 是不是一定是在总分范围内啊 如果我告诉你高考录取的总分四百分 其中英语不低四百二 胡说八道 我数学只是你其中的一个科目 我要求对数学的分支一定比你财务报表整体的壮性水平要怎么着 要低 所以在这就形成了这三句话 可有可无 不是每个审计项目都有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一个或多个 可以定一个 可以定多个 那是审计需要 但不论你定多少个 每一个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水平 一定比你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要低 好了 三句话说完了 如果你要问我 这叫什么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这叫什么特定类别的重要性在哪定出来 在总体审计策略里边定出来 我高考的录取分数线就是四百分 如果在考试之前 我已经告诉你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四百分 你敢不敢说我高考师只达四百分的题 那我就得这四百分 我就奔着这个学校去的 不敢 万一你有一分的偏差 您得三百九十九 您就会落选 所以我们除了定出 我们所说的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还要定出实际执行的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如果为了区分 我经常把这个层次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水平 如果啥都没说 我经常把这习惯称之为计划的重要性水平 在哪定 在总体审计策略就要定出来 而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在哪定 也在总体审计策略时 就要定出一个大致的值 那么这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定它的意义在什么 我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个更高的安全边际 所以我在实际执行时 我要求要更严格 你想一想重要性水平我要要求更严格 我是不是只能玩了命的往低压这个重要性水平 对 也就是说我最终达到的目的是高考录取分数线400 但平时练习时 我尽可能让自己达到500分 万一我闪失了 我还能400分脱底 所以我们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通常是在计划的重要性水平 基础上打一个五折到七五折 比如说我财务报本整体的壮性水平是100万 如果我觉得这个单位情况特别糟糕 或者很糟糕 或者我预期很糟糕 我会把实际执行的壮性水平玩了命往低了压 我定出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可能是50万 100万的50%是不是50万 对 但如果我觉得这个单位情况非常好 也是我以前的审计客户 而且从来没有重大错报 那我可能100万乘以75% 得出一个75万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那有人说我是只能定50万或75万 不是 他这个区间值 我乘以60%可以吗 可以 61%可以吗 可以 61.1%可以吗 可以 他这个区间值 我们通常是打五折到七五折 但是这种打折是闷着头一想就打折吗 不是 您不是前面进行初步业务活动了吗 那么你已经知道这个单位情况好还是糟糕 大体有个了解 如果情况糟糕 你就打一个较低的百分比 情况好 你打一个较高的百分比 这是你住的外计师的职业判断 这个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就是为了给自己留下一个更高的安全边际 比如说如果有一天审计的提醒改了 100个单选题 你只要做的60个 你就及格了 如果你没有做的60个 你肯定是不及格 你敢不敢说我只做前60个 不敢 万一错一个 你最高分只有59 那你会把100个题都做了 但是我做100个题 我这么要求严格的目的 不是最终目的 最终的目的 我只是为了保60分 所以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是在计划的基础上打一个五折到七五折 我拿一个更严格的标词去审计 我最终要达到的目的就是 我的错报不能超过财务报本整体的壮性水平 所以这是我的目标 这是我执行时更严格 要知道 那有人说财务报本整体的壮性水平会有对应的实际执行 那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是不是也会有对应的实际执行 您说对了 我们一定要注意 有计划必有实际执行 再说一遍 有计划必有对应的实际执行 财务报本整体重要性水平会有它对应的实际执行 特定类别的重要性也会有它的实际执行 那有人就开始抬杠了 您不是说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是可有可无吗 对 您可以认为没有必要 您不定计划的特定类别重要性 您没有计划的特定类别重要性 就不会有特定类别的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但您计划定了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前台词是必有实际执行 就是要打一个五折到什么 七五折 好 所以有计划必有实际执行 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是我想强调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我就以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例 是不是我一百万 我要不打一个五折 要不打个七五折 比如说我选较低百分比打五折是五十万 我选较高百分比打一个七五折七十五万 是不是这五十万或者七十五万 适用于我所有的报本项目也未必 为啥呀 就是我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我可能有多个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可能把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都给他通常打一个七五折 我算出七十五万 我作为大多数财务报本项目的实际执行 那么比如说我有一百个项目 九十九个项目都用的是这个实际执行 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怀疑被审计单位的收入内控有重大缺陷 或者叫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那我可能就会对你收入 对应实际执行的重要性水平要求更严格 那我就用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我打一个五折算出五十万 这五十万不适用于其他项目 我就专门拿这五十万很低的一个标识 去审计你收入 而别的项目都是拿七十五万去审计你 所以大家一定听好了 计划的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只能有一个 但我可以不断修订 但是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对应的实际执行有可能有多个 同理特定类别的重要性计划的 本来就可以是一个和多个 那他对应的实际执行也可能有一个有多个 听懂了吗 但是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对应的实际执行有可能有多个 这个理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就是绝大部分项目要求宽缩 就对某一个项目的实际执行要求严格 你管我是宽缩严格 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你高考录取分数线四百分 我就是要达到所有错报不超过你财务报本整体重要性的一百万 这个来来回回的关系 有计划必有实际执行 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啥都没说 默认为是计划的 只能有一个可以不断修订 实际执行的 哪怕你是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对应的实际执行也可能有多个 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 这儿我就给大家提示到这儿 后边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再给大家说 这就是两个层次的重要性 第五个 运用重要性的审计环节 首先我们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时 我把它叫做计划阶段 我们要确定出重要性水平 这个重要性水平通常称之为计划的重要性水平 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一定要有 只能有一个绝对的领袖地位 而特定类别是一个或多个 可有可无 或者还有一句话低于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所以计划的这是一个 而这儿对应的可以是一个或者是什么 另外一句话 有计划必有实际之行 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一定要有实际之行 它的实际之行可以是一个可以是多个 特定类别有计划也一定要有实际之行 它的实际之行也可以有一个也可以有多个 为什么定实际之行的重要性水平 就是我在审计事务要求更严格 我的目的还是想达到不超过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 最后形成结论阶段 我确定审计报告 该查的错报我已经查出了 有人说我查出100个错报 我马上迫不及待的跟我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去比 不是 两句话 第一 您计划的这个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在您最初制定总体审计策略的时候 有可能是定100万 随着审计的不断推进 你的重要性水平可能不断的往小了压 到您初据审计报告时 这个财务报本整体的壮性水平 比如说已经压成30万了 将来您要用您识别出的错报 是跟修定后的30万去比 而不是跟最初一定的100万去比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是不是我只要发现错报 我马上跟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去比 不是 有错报 我会让你背审计单位去耕证 你改了 中国有句俗话 有错改了就是好孩子吗 你改了 不存在重大错报 那好 我将来出操行评语 我给你出个U 但是我让您改 你死营派 您不改 我才跟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去比 所以我出什么报告类型 在这之前我会给你背审计单位一个改过子信的机会 你改了 我出U 你不改 我出梁中刹的操行评语 是这个意思 不是发现错报 直接跟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去对比 听懂了吗 这是第五个点 第六 在整个业务过程中 随着审计工作的进展 诸多管理师应当根据所获得的信息更新重要性 不论我们说审计计划还是说重要性 不要认为一成不变 它可能是在不断的修正 面对重要性 我们逐渐的通常是往小了修 因为重要性水平越低 我压的标志越低 我能承受的错误越少 我的要求越严格 第七 重要性水平与审计证据的数量呈反向关系 我重要性水平抬的越高 什么样的错误都能承受 我还查吗 我不查了 不查了 我获取的翻译证据是少 同理也是一样 你比如说很多学员经常在这绕不过弯 我就以考试极格线为例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审计多是分三极格 六十 那有人说是不是重要性水平就是六十 错误 重要性水平是中路线能容忍的错报程度 它最大最大能容忍的错报程度是什么 四十分 你找错四十或者错四十以下 你看四十是个标志 你错失四十或错四十以下 中路线能承认发给你合格证 但如果中路线有一天把重要性水平改了 改成九十九分 中路线能容忍你的错报程度是九十九分 换句话说 你找得一分你就及格 你还学习吗 不学了 我把所有的单选二十个我都选C 我终有一个能碰去选项C的吧 所以重要性水平越高 金额越大 要求越宽松 我反而就不查了 所以我需要获取的证据数量反而越小 这就是我说这俩为什么成反向关系的一个道理 能听懂就可以 看完这块内容我们看俩提示 在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大纲 诸多管理师就必须对重大错报的金额和性质 既要定性又要定量做出判断 包括确定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啥都没说一定是计划的 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计划的只能有一个绝对的领袖地位 但可以不断修正 和适用于特定类别交易指的是利润表 账户余额指的是资产负债表 披露是两张报本都有的一个或多个重要性水平 特定类别如果啥都没说 这么样描述也指的是计划的 可以一个或多个可有可无低于还记得吧 这是计划的 有计划必有实际之行 能再问一句吗 是有一个计划一定对应一个实际之行 不是 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计划的只能有一个 但实际之行未必只有一个 第二 当挫暴金额高于财务报本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就是你都高于我的绝对领袖地位了 我绝对不能承受 我就很可能被合理预期 将对财务报本使用者做出的经济决策 产生影响 如果我判断完了真的有影响 那我直接把你这个错报理解为重大错报 如果你管理层改了变报 你没改 我绝对评语不会给你出优 至少是个良 甚至是中或差 当然了 我们只能单纯的考虑金额吗 不是 我们还要考虑相应的性质 第三 注头会计师还应当确定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有计划必有实际执行 我可没说有一个计划只能对应一个实际执行 财务报本整体的状况性只能有一个 但对应的实际执行可能是多个 以评估重大错报风险并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践安排和范围 在整个审计过程中随着审计工作的进展 注头会计师应当根据所获取的新信息更新重要性 我重要性通常往低了压 要求越来越严格 我重要性水平压的越低 要求越严格 那我能容忍的错报越少 那这时候我只能玩了命的做程序 玩了命的拿证据 把哪个风险降下来 检查风险 那我就要考虑一下 我原来做的程序是不是恰当 原来程序获取的证据是不是还充分还足够 如果不充分不足够 我接着追加程序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最终的目的 还是要达到不超过财务报本整体状况水平 这样一个目的 这是我提示大家的前四句话 第五句话要注意到 在形成审计结论阶段 您不是要拿您识别出的错报 准确的来说是我识别出你背识 你代表有没改的错报 改了不就不用比较了吗 是您没改的错报 单个也好 汇总也好 我都会跟财务报本整体的状况水平去比 还有为了特定交易账户余额披露而确定的较低金额的重要性水平 您记住要评价两件事 对不起大家 这两件事一定要能给我背起来 一定要能给我背起来 我说的很清楚 这曾经考过综合体 评价哪两件事 第一 以识别的错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第二 如果对财务报本有影响 不就进而会对我审计报告中的审计意见有影响吗 没错 这一定给我背起来 等到第十八章我讲综合题的时候 我会用到这个点 既考虑你的财务报表的影响 也考虑我的审计意见的影响 别错了 如果考试的时候 它形成了审计结论 它如果告诉你 我有个错报50万 我低于财务报表整体的照相水平 于是我发表了五保六意见 错了 你就说还应该考虑这种错报 对财务报表和审计意见的影响 后边有题 这儿先给我背起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标题一的内容 那下边我们再讲一点标题二 重要性水平的确定 什么重要性水平 既指的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也指的是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水平 既指计划的重要性水平 也指实体执行的重要性水平 我们先看括号一 考虑因素 诸多冠记实在确定计划的重要性水平 这里边一说计划 既包括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也包括特定类别的重要性水平 不怕麻烦 始终在重复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对于每一个审计项目必须有 而且只能有一个 而且可以不断的修定 而特定类别 交易账户预和和披露的重要性水平 可有可无 不是必须有的 一个多个 还有低于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这一说计划指的是这两 那么应当考虑的因素 这个用背吗 我觉得不用背 比如说对背 是你得为积极环境的了解 我了解你情况糟糕 我会把这些重要性水平往低了压 还有财务报表各项目的性质 积极相互关系 如果牵一发而动全身 相互关系影响太密切了 我一定会把计划的重要性水平往小了压 第三 财务报表项目的金额及波动程度 金额越大 波动程度越大 我要求一定会越阳格 我就是怕有闪失 我会把重要性水平往小了压 这就是考虑因素 那么括号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啥都没说默认为是计划的 啥都没说默认为是领袖 每个审计项目必须有 而且只能有一个 但是可以不断修正 为什么我们更关注它 因为它直接影响你财务报表使用者 做出经济角色 说的通俗一点 如果你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是100万 那我就可以断言一件事 如果有一个错报 你没改 比如说120万 是不是超过了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是 那我可以直接认为 这120万会影响报表使用者的经济决策 就这个意思 单独一好 汇总一好 只要超过100万 我们通常认为它会影响报表使用者的决策 那么这个错报我们通常把它认为是重大错报 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你不改 我评语就不会出优 那么先看第一个基本概述 我们制定计划的重要性水平 不论是财务报表整体还是特定类别 只能在总体审计策略阶段 老掉牙一个考法 他就会做一个选项 说我在具体审计计划 我要制定重要性大错特错 是在总体审计策略阶段 就要定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就要定特定类别的重要性 就要定对应的实体知情 就要定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 这些都在总体审计策略阶段要定出 那么将来我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怎么定 它基本的模板就是 我选一个适当的基准 乘以一个恰当的百分比来定 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那我就从两个维度来说 先说你基准 我选择基准是要考虑哪些因素 这有五个方面 这是客观体比较高频的考证 第一个财务报表要素 因为很简单 我的基准通常就是被审计单位的资产 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等等 负债也有可能作为基准 到底选哪个 那是你住的管理师的职业判断 第二 是否存在特定会计主体财务报表使用者 特别关注的财务报表项目 比如说这个审计报告要对于债权人来说 他更关注被审计单位的偿债能力 那我可能为了迎合债权人的要求 我选资产作为基准是适合的 但如果我这个审计报告主要用于股东 股东又称所有者 他更关注的不是资产 他更关注的是所有者权益净资产 此时我选所有者权益作为基准可能更合适 这是考虑因素 第三 被审计单位的性质 我的被审计单位要是民间非盈利组织 我就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你选利润貌似就不合适 获得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 我这个被审计单位刚刚成立 刚刚起步 我只有投入没有产出 我利润是零 甚至是负的 你选利润作为基准 是不是就不合适 以及所处的行业和经营环境 经济环境 我都要考虑 第四 被审计单位的所有权结构和融资方式 你是债务融资 我可能选资产作为基准更合适 因为债务融资 你更关注的是常债能力 而资产反映常债能力 如果你是权益融资 就跟我们前边所说的 我选所有者权益可能更合适 第五 基准的相对波动性 我们选基准不能选波动性太大的 今年十块钱明年八千万 这种基准我们尽量不选 这五个考虑因素经常考选择题 而且是属于比较高频的考解 没办法 你只能记一下 那么在这提示大家一句话 我们选定基准是要考虑的是基准的相对波动性 而不是基准的重大错保风险 我曾经不止一次跟您说过 我们高大上的注册关系 实施的是风险导向审计 我们要考虑重大错保风险 在整本审计教材里边 不论做到哪个题 只要它的考虑因素里边有重大错保风险 你就选错了我赔你 但是这有唯一一处 不用考虑重大错保风险的就是这 我们确定基准 我们只考虑基准的相对波动性 而无需考虑基准的重大错保风险 歇着尾巴读一份 一定给我牢牢的记死了 我们看2021年的一个单选题 下来各项中 诸多外界施非确定财务报道 整体的状态性选择基准是通常无需考虑的事 是否为首次接受委托的审计项目 其实这不是选基准 这是选百分比才要考虑的 如果您能记住这五个要素可以 比如说选项币被审计代表的性质 我肯定要考虑 被审计代表所有的权益结构要考虑 被审计代表的融资方式 还有被审计代表的锁处生命周期 这些都要考虑 唯独不需要考虑 是否首次接受委托 那是确定百分比才需要考虑的 这道题选项A 是我们要的正确答案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重要性的概述 后边下一讲 我们开始就讲重要性的具体确认原则 那这一讲讲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我就给大家说到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